欢迎大家来到建议山长在澳洲的这个频道 我这个频道是一个关于澳洲生活、户外旅游的频道 那么如果第一次来的朋友呢 那么希望你能够订阅一下 那么我会每周更新 大家今天看我穿这个衣服 是不是觉得我们已经要准备去露营了 这个整装待发 其实啊并没有 有点冷 有点冷今天晚上 那个其实说起这个露营啊 很多男同学就是心潮澎湃啊 但是呢 可能回家跟家属一商量 那这个老婆大人呀 就有很多这样大样的顾虑又不喜欢 所以这个事情啊就又搁下了 那作为一个喜欢户外 喜欢露营的建议山长 那其实呢 我跟大家呢也有类似的经历 那我的老婆大人呢 那曾经呢也是对露营呢 有很多的担心 但是现在啊 这个老婆大人已经喜欢上了这种 开庭的方式 那么今天呢 我就把他请来啊 跟大家呢 说一说 他是怎么从开始不喜欢 然后呢 到后来慢慢喜欢上这种旅游方式 一个心路历程 那么呢 也给呢 想去出击露营 可是又有很多担心的女同学啊 一个参考 那么我们开始啊 海洋同学啊 那么第一次camping 你是不是也有很多担心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 你最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确实是 船长老公说的全是事情 我其实很担心 因为没有任何经验 没有人告诉过你 露营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 我自己本身很怕舍 又听说澳洲很多毒蜘蛛 很多传闻 所以在露营之前 有各种七上八下 不知道就怎么办 但还是壮着胆 跟着船长去了 我其实也是经过 过去这么多年 不断的尝试不同的露营的基地 也总结出一些自己的经验 露营基地会有国家公园的 也有这种商业化收费的 总体上来讲呢 商业收费的会让你安心很多 因为有常规的人管理 有整个露营基地的规划 所以呢 人去的人很多 都是常规的这些活动 那野生动物当然离得也就远了 所以在我这么多年里头 我真的没有见过说 我们差不多看病过了几十次 有四五十次不止了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 可能有 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很幸运 所以这让我胆越壮越大 现在就觉得 露营是一件非常常常规的事情 没有那么多的担心 对这个防蚊子啊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绝对是 不然晚上睡觉很难受 对 一定要带上喷在身上的这个东西 特别是晚上在户外玩的时候 进帐篷里边呢 要喷上杀蚊子的 那么这样呢 能睡一晚安稳觉 嗯 船长的这个建议还是很有道理的哦 这是我们经过实践的 我记得呀 嗯 我们开始露营的时候啊 你对这个在野外 在帐篷里睡觉 也挺纠结的 好像第一个晚上啊 这个觉也没睡好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是一个有点强迫症的人 又有点神经衰弱 所以呢 担心的事情也多 对于任何事情 声音的反应也会比较敏感 那之前就想 哎呀 这睡在荒野 又睡在薄饿的一层帐篷里头 这个床是充气的一个垫子 那这七月夜里要没了怎么办 这就睡地上了 腰也疼 这个睡袋也不习惯 像个桶一样钻进以后 太热怎么办 如果要是踢了被子 太冷又怎么办 其实这些呢 经过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地方的露营 慢慢都已经感受到了 没有你想象那么糟糕 哪有那么那么糟糕的事情 哪有那么不幸运 你的床半夜就没气了 不过也遇上过 其实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体验 总体来讲 我认为 睡在充气床垫上 睡在睡袋里面 没有那么多的不舒服 很容易就习惯了 但是别忘了自己 要带一个床单 我是很有洁癖的 而且晚上睡在睡袋里面 其实是挺暖和的 有的时候甚至都过于暖和了 太热了 所以怕冷了女生 真的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哟 我们第一次露营的时候 我还记得你说 一定要找一个 有热水洗澡的地方 那到现在为止 你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坚持呢 洗澡要坚持 女生都爱干净 而且爱冲煤 我也不例外 但是也要取决于 你所去的营地的自然条件 有的时候风光无限好 体验大自然 完全忘了这回事 心情放松 大概有一天两天没洗澡 也是能忍的 现在有这么多的 像这种干洗的洗头发的东西 其实是完全可以帮忙过的 但是我也有底线 时间太长也受不了 气味有点受不了 你多长呢 好像最长有三天 不要告诉别人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 我看到很多人 都自己带那种 可以洗澡的那种 专门洗澡的小帐篷 你知道吗 其实咱家已经有这种 餐厕所和洗澡的帐篷了 我怎么不知道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拿出来用 因为我们去的地方 好多都是可以洗的 对 以后我们可以体验一把 这回 可以试试 那你觉得露营的时候 那个做饭和吃东西 和平常我们在家 有什么不一样呢 做饭不是我的强项 都是老工作 所以在哪里都可以 只要老工作就行 在营地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 只是条件 可能在某些地方 更受限一些 不像家里可以蒸饭呀 炒菜呀这些 但是有足够多的选择 在超市准备一些 半成品 或者我们最拿手 老公最拿手的烧烤 只要有肉就可以 BBQ 我呢 只要有菜就行了 再加点水果 完美结合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呢 要多准备一些 特别是呢 带着老婆大人出行 多准备一些个 蔬菜 水果 蔬菜 水果 只要你的家属 吃高兴 怎么都好说 男同学 记住这一点哦 其实这个要说起来啊 那么带着小朋友 出去去露营啊 还是要多带很多东西 还是要麻烦一些 那比较起来呢 那你觉得呢 多大的小朋友 就可以带着出去露营了 就不会呢 给我们找很多的麻烦 就不会给我们 增加很多的负担呢 serious一点 我觉得三岁以上 会相对来讲容易一些 但其实也不用太紧张 我家的宝宝 十个月大的时候 八个月大的时候 我们就带去露营了 但还是很辛苦的 如果孩子小时候 非常辛苦 企业 或者会影响别人 这也是一件 让你比较担心的事情 其实我个人认为呢 小朋友呢 如果是能够 五岁以后 或者是呢 更大一点 那么这样呢 我觉得带他出去呢 会更轻松一些 带小朋友去露营 是一件心情愉悦的事情 而且带领小朋友 可以探知野外的生活 他们会觉得 这野外世界 充满了新奇的事情 可以亲近大自然 有机会亲近小动物 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不用太担心 当然像我们Jack老公说的 小朋友五岁以上 那就是更容易的 一件事 你可以给他带小自行车 他也可以跟别的小伙伴 很容易就熟起来 可以一起玩 会玩得更开心 会有更多的收获 我知道很多家长啊 出去玩呢 都习惯性的 给小朋友带上啊 这个iPad 或者是呢 笔记本电脑 海燕同学对这个问题 是怎么看的呢 海燕同学觉得完全没必要 这个担心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我们担心 很多时候 想给孩子带这些 无非就是担心 他不能被 不能被其他的事情吸引 没有任何的新鲜程度 可是我刚才讲了呀 去户外露营 是让小朋友 更亲近大自然 去探索一些 未知的东西 其实到了野外 就是撒花啊 带着自行车 带着你的scooter 让孩子野地里去跑啊 结识更多的好朋友 甚至几家 一起带着年龄相仿的小朋友 那自然的你喊都喊不回来 更别说你担心的很无聊了 说起这个来啊 很多露营基地呢 在学校亚期 都会呢 组织了很多活动 有些个露营地呢 还会像一个小农场一样 你会可以去 那个参观小动物 还可以 有人教你 怎么在野外生存 野外烤面包 还会啊 拿一些个小动物啊 包括蛇呀 让小朋友去体验 然后呢 去做一些个 动植物的讲解 真的挺不错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小孩子没有事情做 也不用担心 他们会觉得很枯燥无聊 我的建议是 能不带电子产品 都不要带 都把它留在家里头 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机会 让小朋友远离电子产品 所以我们的口号是 亲近大自然 远离电子产品 环保 第九 全家互动 好了 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那么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要忘了 订阅 那么下一期啊 我们就带大家走进真实的营地 带大家呀 去看一下真实的露营生活 这一期呢 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 中瓜跟大家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